说书不麻烦呢 咱们是接着前篇书 这1656年 那年呢是顺治13年 这格鲁派啊 完成了创派以来 最大的一个心愿 就是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册封 那年呢 这个顺治皇帝册封了武士达赖喇嘛 这顺治皇帝给达赖喇嘛的封号 在众多这个藏川佛教大师的封号当中 那得说是七了天了 哎 这格鲁派一门呢 算是正式的有了黄蜂了 其实呢 这个格鲁派之所以受到这个清朝统治者的信任 不光了在于这个武士达赖的努力 其实在这以前呢 他们就曾经多次的和这个后继的统治者 你像什么努尔哈赤啊 什么皇太极啊 有过书信往来 这互相啊都是认可的 这清朝统治者呀 也深知如果要想管理好清藏高原 以及啊统治好这个重蒙古 那他们所信任的格鲁派就不得不服事 所以他顺治十三年呀 册封了达赖喇嘛 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这武士达赖回到了拉萨以后啊 这会儿啊 这蒙古内的政权格局也有了变动了 什么蒙古呢 墨西蒙古 也就是啊 这个魏拉特四部 实际上呢 这会儿人家魏拉特部的这个四部的盟主啊 和硕特部已然迁移到了青海 这顾史函呢 在这个大清朝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格鲁派的保护伞 那现在墨西蒙古真正的当权人呢 实际上是大汗 杭尔坦的父亲巴托尔魂台基 对了 是准杭尔布的头人 也就在这一年呢 这巴托尔魂台基死了 他的五儿子 僧格继位了 过了不久啊 这个巴托尔魂台基的六儿子 杭尔丹 就是后来啊 这准杭尔韩国和口有名的大汗杭尔丹 被送到了拉萨呀 去求佛 那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呀 好好的王子不当 为什么一定要跑到拉萨去求佛呢 因为这杭尔丹呢 人家是活佛准世的灵童 那这话怎么说呢 咱们在这个主线故事里已经提到过了 实际上就是杭尔丹的母亲 这巴托尔魂台基的妻子 挺着大肚子就拦下了这个 温萨活佛的居脸 他请求这温萨活佛呀 元祭以后准世成他的孩子 这是人家猛葬文化啊 这要是搁咱们这个汉子文化 这纯属叫骂街 这活佛还就答应了 元祭之前留些发指 还就真转世到他们家了 那既然是灵童嘛 那就得剃度受戒学法呀 哎这不吗 不到十岁的杭尔丹来了 到了拉萨以后 在一次法会上啊 这武士达赖 还就见着这杭尔丹了 他一看见这杭尔丹呢 他还真喜欢 他为了这个拉拢啊 这魏拉特蒙古 他就亲自的给这杭尔丹的授法灌顶 并且给找了一位更牛的师父 谁呀 就是四世班禅 罗桑雀吉金赞 要说这会儿啊 这杭尔丹呢 和这个武士达赖啊 平倍 俩人一个师父吗 都是这个四世班禅的徒弟 可谁也没想到 到康熙元年 1661年的时候啊 九十五岁的四世班禅啊 元祭了 元祭在扎实伦布寺 当然了这会儿 杭尔丹也在扎实伦布寺 追随这个四世班禅修法 那这半唠唠的上师没了 怎么办呢 于是啊 这武士达赖啊 就把杭尔丹 接到了布达拉宫 在自己的座下 修习佛法 那修的怎么样呢 据史书所载啊 这引咱忽度客图 也就是温萨活佛的意思 那说的就是杭尔丹 一念经啊 就困 对武刀弄枪啊 倒很感兴趣 在这个追随达赖喇嘛 学习的当中啊 他就认识了一个人 谁呀 他的同门师兄弟 不过呢 是称呼师兄啊 还是称呼师弟呀 这事不好说 谁呢 就是西藏的贵族子弟 叫做桑杰伽措 是这个武士达赖 门下的一个德义门生 这一年呢 这杭尔丹十八 桑杰伽措十岁 那有人就说了 那这个桑杰伽措 比这杭尔丹小 自然杭尔丹是师兄 这个桑杰伽措是师弟 那也不一定 那但分这藏传佛教 格鲁派这入门方式啊 要是跟这相声门是一样的 先入门的就是师兄 不管岁数 那惹定啊 人家这个桑杰伽措呀 是先追随着达赖喇嘛修法的 这杭尔丹呢 虽然是代义投师 但是属于也是后跳门 所以说 谁是谁的师兄师弟呀 不好说 咱们还是按照 这个桑杰伽措是师兄 杭尔丹是师弟 这么算不 因为在这主县大叔 准杭尔韩国里边啊 我就这么说的 那现在改起来呀 废了事了 这达赖喇嘛 培养这些学生啊 都是有目的的 说白了呀 因材师叫定向培养 这桑杰伽措本身 就是按照这个政治家来培养的 人家家族本身啊 就世代出第八 后来啊 这桑杰伽措 也做了这个西藏地区的第八 这俩人虽然只在一起生活过四年 可是却建立了一辈子的好交情 过咱们汉族话说 那叫掰不开的交情啊 这在咱们主线故事里啊 这准杭尔韩国系列当中 没少说了 在这儿啊 咱也不过多的莫分 那现在我们知道啊 这会儿的藏区呀 是属于人家和说特韩国 属于是一个蒙古政权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藏人的官职呢 我得给您解释一下 这顾史函是很牛啊 统一了整个藏区 以及青海建立了这个和说特韩国 可是啊 这后边的孩子挺冒心 这顾史函驾崩以后啊 三位夫人生了十个孩子 打起来了 那这还不算女孩啊 我说的这都是男孩 那接这个顾史函班的是谁呢 是这个达言恶齐尔韩 是他们家老大 当然这顾史函呢 最疼的 威王最高的 却是老六对计 这顾史函一死 这哥十个分赃不均 干起来了 到了这1658年呢 这达赖喇嘛 亲自出面 才给调定好 干脆呀 分两拨 一拨啊 在藏区 一拨在青海 这草场都不挨着 也就别打起来了 就因为顾史函的后人 离心离德 所以说呢 这借助宗教的力量 很快 格鲁派的宗教势力啊 就把这个大汗架空了 不但设立了自己藏都的官员 叫做第八 而且呀 可以单独收税 您想啊 这宗教在这一地区是普信 所以呢 以这个教廷为背景的 这个第八系统 连供奉带收税 那比这韩国的这个大汗呢 那有钱的多 那正所谓呢 有钱的孙子大三八 所以这会儿啊 在这个格鲁特韩国 说话真正算数的 是这个格鲁派的教廷 和这个第八系统 这个藏区啊 这个官员第八 就是这么来的 您想啊 那后来 这嘎尔兰的师兄 桑杰加索就是第八 要不就 他的权力怎么能那么大呢 把这个武士达赖元祭的事 上手里一压 就压了十五年 咱们这期啊 那主要说的就是 武士达赖治理西藏期间的事 咱们支线故事少讲 还得讲武士达赖 那有没有好朋友 这会儿有这种疑问 那说这个元朝的时期啊 元朝政府主捧的是萨迦派 这明朝呢 捧的是嘎举派 嘎玛嘎举呀 最受这个明朝皇帝的喜欢 那现在这格鲁派 在藏区占到了主导地位 有绝对的话语权了 那一直欺负格鲁派的 这嘎玛嘎举哪去了 实际上这嘎玛嘎举呀 一看这格鲁派得了事 抱住了故事 含这条粗腿 转过身来呀 又搂住了顺治皇帝 这桶子粗腰 这嘎玛嘎举派 黑红墨法王一看呢 哎呀 这回够呛 那咱们怎么说来着 这宗教之间的迫害呀 那是赤裸裸要人命的 咱们呢 得烟 烟吧 他们大概呀 就按照这个南明 撤退的路线走 他们就到了云南呢 投靠了这个牧室吐司 可是啊 没想到的是 就在1659年的时候 南明的小皇帝呀 跑缅甸去了 这牧室吐司的知府 牧义呀 连琢磨都没琢磨呀 直接就投靠了大清 没两天啊 人家把这明朝的印信 就换成清朝子了 这吐司啊 还是人家做 没变 可是这小庙着火呀 可就慌了神了 因为呀 这嘎玛嘎举派的大宝法王 这是黑帽子法王 还有红帽子法王啊 这会儿的两家法王 可都在这牧室吐司 所掌控的寺庙当中 这俩人一算计 咱们别等着了 派人的赶紧上北京 联系到了清政府 还真不错 这顺志皇帝呀 估计前明封的这位法王 在藏区的影响力 还真没剥夺了 这个大宝法王的印信 并且啊 重新给他刻了印 还是做你的大宝法王 并且呀 赐这个黑帽法王 噶玛巴英多吉 赤叔一道 还踏实的 做你的这个大宝法王呢 这会儿又出事 谁出事了 乌三贵 所以说后来有人说呀 这乌三贵是被这个清朝避反的 我就不爱听 这还顺志年呢 这乌三贵呀 就有要造反的意思 他诬蔑这个云南的牧室 土司牧义呀 心有意心要投靠土拨 所以派兵啊 就把这个牧室土司剿灭了 把这块地盘就白白的送给了 和舒特韩国 那他平白无故的 为什么要买这个蒙古王爷的好啊 那就是为了以后 他要是起兵造反的 互相好有个照应 这一动乱呢 这顺志皇帝可就想起啊 这还在云南的两家 噶玛噶举派的法王了 他就让这个黑帽法王 以及红帽法王的转世灵童啊 回西藏吧 这俩活佛他不敢去呀 那这会儿 这格鲁派呀 在这个藏区实力太大了 当年那么迫害人家 现在我们贸然回去 那不是人家砧板上的肉吗 这顺志说呀 你们回去吧 我呀给达赖喇嘛写封信 给你们两方啊 调停一下 也就在1660年的时候 两家法王回到拉萨 见到了达赖喇嘛 这达赖喇嘛呀 还真听了顺志皇帝的话了 于是这二家呀 也就是这格鲁派 和这个噶玛噶举派 化解了百年的恩怨情仇 自此开始啊 两家开创了新剧园 各住各的庙 各传客的道 那咱们呀 话说两头 还得先说说这格尔丹那头 到了1670年的时候 这整个二部的头人呢 僧格死了 被谁弄死的 被他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车臣台基和卓特巴巴图尔 这有一个岔头啊 我得跟您聊一下 这是不同史料的记载啊 出现差别了 这个青史啊 是这样记载的 这盖尔丹呢 好好地坐着温萨活佛 在哪啊 在拉萨 实际上在拉萨呀 他有自己的庙 温萨寺 通过收取布施啊 他每年可以获得很可观的财富 这活佛当得好好的呀 他妈来了 说你哥呀 让他弄死了 你得回去替他报仇 那说的不都是哥哥吗 那不对 这僧格呀 是盖尔丹 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那两个哥哥呀 是同父异母 这盖尔丹才奉母命 到师尊武士达赖那 申请还俗 这才回到了这伊林河谷 继承韩位 替兄报仇 这藏族史料呢 可不是这么写的 这藏族史料当中说 这盖尔丹作为这个 隐咱糊涂刻图啊 哎 就是这温萨活佛 早就回到了这个墨西蒙古 去传法了 走遍了威拉特斯部 深受当地农牧民的景仰 哎 受着供奉 其实这事儿啊 很贴谱 所以说 这僧格被害的时候 他就在现在的北疆 实际上呢 这种记载呀 是讲得通的 要不然这盖尔丹 也不可能在这 威拉特地区啊 威王那么大 带着两千人 就敢去打他那俩哥哥 那俩哥哥 每人可都是有几万不中的 到了战场上之后啊 对方的士兵 根本就不敢动 为什么呀 他们看见对面杀过来的 是自己的活佛 所以说 这盖尔丹才能以两千的兵力 打败了自己哥哥 几万的大军 其实啊 这盖尔丹起兵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 他老师武士 达来的一个小礼物 什么小礼物啊 盖尔丹昏台级的印章 把这个闲事处理完了呀 这盖尔丹就派人到 康熙皇帝那儿啊 表示啊 需要让康熙皇帝 册封一下他 这康熙皇帝 对他这个 盖尔丹昏台级 这个封号啊 还就认可了 于是准盖尔部也开始 向这个大清啊 开始交共赴 可是后来都知道 闹翻了 为什么闹翻了 因为这共使人数的问题 这盖尔丹呢 每次啊 都是滴了点土特产 去看康熙 这大清朝呢 为显示自己啊 是大帮上古 回赠给每位共使团的人员呀 那可都是真金白银 这盖尔丹呢 吃上瘾了 一开始啊 来五啊 十个 十五 二十个 后来据说两千多人 这他都不用学 这是他跟他祖爷爷呀 野仙学的 这绰罗斯野仙 不就是用这个 跟明朝闹翻的吗 一样 那康熙皇帝也不是傻子呀 直接就告诉高尔丹 以后你们别来了 给你们呀 开个点护士 别上这北京城来找便宜来了 占不着便宜 高尔丹烦了 然后呢 他又想称寒 这达赖喇嘛 册封他为 单精博硕刻图寒 他又上康熙皇帝那儿 要印去了 康熙皇帝这回啊 很干脆就拒绝了他 那这高尔丹呢 自此以后就更恨康熙了 这是着武士达赖 和北边高尔丹的关系 今天呀 咱们往后拖一拖 也得把南边的事 再交代交代 果不其然呢 1673年的11月 谁都觉得 不会反的乌三桂 在云南 杀了巡抚诸国志 封自己为 新名陶鲁大将军 续发一服 联合了耿津中尚和企业 和台湾岛的正式家族 这三藩之乱 爆发辽 咱们书中代言 这武士达赖 实际上早就和 吴三桂有勾连 这吴三桂呀 为了得到这 和说特韩国 和这个西藏教廷的支持 大车小辆 没少往高原上拉银子 不光是银子 不是还把那个 沐浴土司的那块地 给了和说特韩国吗 他就是要等的今天 正所谓 吃了人家的嘴短 拿了人家的手短 这账啊 都打起来了 这达赖还给康熙皇帝写信呢 他说呀 哎 你们别听别人的 他反不了 他还是忠心大清的 这康熙皇帝一听啊 就觉得这个武士达赖很昏庸 是不是消息太闭塞了 他那都啊 兴名陶鲁大将军了 他怎么还反不了呢 于是给武士达赖写信 他告诉这武士达赖 你呀 看清情况 要么劝他投降 要么呀 站到我那边 你现在呀 赶紧联系 和说特韩国的大韩 组织你的蒙古骑兵和藏兵 出藏啊 帮着朝廷打吴三贵 这平定三番之后 自然有你的好处 按说呀 这达赖呀 应该能看得出 哪头沉哪头热 他不但没出兵 支持政府啊 他又给康熙皇帝 写了一封信 这是在什么时候啊 这个时机很妙啊 这三番的反军呢 已经打过淮河 到了黄河边上了 这吴三贵呀 讨价还价的文术还没来呢 达赖喇嘛的信 都是先到了 跟这康熙皇帝说呀 他站那个地方 您就给他算了 如果他要是打不过您呢 您逮着他呀 您也不能杀 您是英明的君主 怎么能和他一般见识呢 这康熙皇帝一看信就急了 这是吃了吴三贵多少银子呀 立刻写信 对武士达赖大家身世 等到这信送到拉萨之后 这武士达赖也听着信了 这会儿啊 1681年了 这吴三贵的反军呢 已经成了颓势了 到了十月份之后 这清军就攻入了昆明 三番之乱到此结束 以这清军胜利而告结 这回可真是布达拉宫着火 慌了大神了 这达赖喇嘛赶紧的 给康熙写信 口称小僧 做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那么说这康熙皇帝 原谅没原谅这武士达赖喇嘛呀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西藏第八 那杆尔丹的好基友桑杰家措 竟然隐瞒了武士达赖喇嘛 原济这件事儿十五年 哎 您以为这六士达赖喇嘛 就只有这个秦僧桑阳家措一个人吗 您不知道的是啊 在这清藏高原上啊 广是六士达赖喇嘛就出了 三位 优优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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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